嗨大家好,我是一系 每一个学校都会有一些口耳相传 但是没有人能够确定真假的传说 台湾大学有两个传说建筑 附中跟附园都和同一个人有关 那就是台大校长附思年 附中每次敲21下 那是因为附思年校长他认为 人的一天只有21个小时 其他三个小时是用来思考的 也因为附中每次只敲21下 所以有传说 只要在考前在那里读书或是约会 就铁定会被二一 附源则是附思年校长的一关种 这里的传说跟附中差不多 基本上就是你在上课的时间 跑去那里约会或是翘课的话 你就等着被二一吧少年 但是呢,真正让我对附思年校长有印象的 并不是这两种传说建筑 而是四六世间 在1949年3月19号 有两个学生 台大的学生跟师大的学生 不对那时候是师范学院的学生 双载由士林骑回学校 被当时的第四分局 也是现在的大安分局的远景拦了下来 同一时间他们双方起了一些争执 然后这两个学生就被毒打了一顿 还被抓去第四分局关了起来 师大跟台大的学生知道了之后呢 就派出了几百个学生 民工票案啊跑去围这个第四分局 第四分局在当时的压力之下就把人放出来 过了几天之后3月21号 这些学生还觉得不满意 他们派出了代表带着一千多人 浩浩荡荡又把警察局围了起来 就要求要严惩当时的远景 还要登报道歉 这件事情被当时的正知道了 他们觉得说不行 共产党渗透了 因为他们那时候大转禁嘛 1949年大转禁觉得 哦等共产党渗透了 不行这些学生必须要被镇压 当时的台湾陈主席 监警备司令陈臣 他就下令要当时的副警备司令 洪梦契把这些学生抓起来 1949年4月6号 洪梦契就发布了弃谱命令 指名要捉拿台大师大的六名学生 然后就派了军队去把学校围起来 那当时的那些学生 哦也很勇武啊 他们就用一些桌子啊椅子啊 把楼梯口全部都堵了起来 不让军警上来 然后呢还拿餐具去丢那些军警 真的是很厉害 不过呢毕竟双拳敌不过四手 军警是有枪的啊 当然那些学生就敌不过 然后就被抓走了 军警冲进宿舍之后就把人抓了嘛 那一堆学生也被用卡车载走了 当时的台大校长傅斯年 对这种没有经过法律程序 就冲到台大里面抓学生的行为 非常的不满 于是他就一个人单枪匹马 跑去找国民大高层 说没有经过他同意 不准逮捕台大的学生 而且他还呛捧捧起 对就是刚刚讲的那个 副警备总司令 说若有学生流血 我便跟你拼命 MOTHERFUCKER 哦不对他没有做MOTHERFUCKER 他除了吉利保全当时的涉案学生之外 也要求那些军警 不能够对已经被逮捕的学生上手口 那当然很多事情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啊 同一个时间 同一件事情 师大学院的院长谢东云 极力配合当时的政府行动 陪同军警一起进学校去抓学生 但是这件事情也不能怪他啊 因为228事件在1947年才两年没多久而已 抓了那么多人他当然会怕军警是有枪的啊 当时的知识分子都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就更加凸显了当时的傅思年有多秋 历史或许是由胜利者出嫌 但是当时傅思年校长救下来的生命是祸生生的 这也就是他会被台大所引以为傲的原因 说实话我跟傅思年校长不止我啊 都已经70年前的事情了 但是我还是期待在这样的时代 能有一个跟傅思年校长一样的人存在 那今天的人物介绍就到这边咯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傅思年校长跟 若有学生流血我便跟你拼命啊MOTHERFUCKER 啊不对他没有说MOTHERFUCKER 好拜